我們看這一題 它有設立直圓錐面的軸L 某一條母線M 且L與M的夾角是45度 以致平面1 不過直圓錐面的頂點 這頂點V 且與母線垂直 就是平面跟母線垂直 這是90度 選出平面1與直圓錐面的結合 就是平面1 跟錐面的結合 首先它跟第一個分子已經有 我們看 這是90度 它說這個是45度 所以這也是90度 平面的話 跟對面的母線 它是平行 就是說 結面如果跟母線互相平行的話 那麼結出來 它就是一個保護線 會延伸到無窮地方去 在這裡它會結出一個保護線 因為在過去沒有相交 跟這個的話 跟這個的話是沒有相交 所以的話 如果跟它有相交的話 結出來會是橢圓 那因為它沒有相交 所以它會跑到無窮地方去 另外一個端點 這個端點角色叫A 就是這個頂點角色叫A 另外一個頂點就跑到無窮地方去 所以這是一個保護線 跟這個的話 也沒有交集 因為它 這個平面跟這個母線 是互相平行的 所以這個會是個保護線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3 來吧